据了解Superrich XC国际有限公司 2016年将在泰国设立十所贸易分行 19号SPR有限公司总裁表示 该公司今年的目标利润为10%至15% 并计划开办十所位于泰国贸易中心的分行 和介绍关于货币兑换技术的革新 以及其他额外业务 如在网商业务等等 在政府发展旅游业政策的同时 许多外籍人士和旅游前往泰国 或本国人出国之行也有此需求 以此大幅度增加货币兑换的数量 该总裁还表示 如今市面上有20%到30%货币兑换业务 由于大多数泰国游客到其他国家旅游 以及外籍人士进入泰国投资等 而来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不断增加 泰铢的贬值有利于本公司利润的提升 此外也会将把目光着眼于泰国的投资市场 东盟卫视MGTV记者美珍 星泽 实际记者李莉莉 泰国曼谷报道